這個博物館的風波事件 德哥最近喜歡說畫 開正他河車 香港說開正他河車 德哥等了節目牛市很多年 開正他的沙士比亞 明華 畢加索 上次他說的宇宙漏奶 漏奶 宇宙漏奶 銀河 銀河 所以接下來 德哥有名稱的 銀河叫Milky Way 不是銀河 River 不是Galaxy嗎 澳門的島上叫Galaxy Galaxy一般叫星河銀河 對 跟奶有關 Milky 這個M Plus事件 今天唐英年先生出來回應了 一日早上七日說了 唐英年先生 就是M Plus最大的那個 西九主席 會負責 跟從法律 我們會遵守 不會違反國安法 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們那些 藝術品那方面 跟著國安法 沒有這個憂慮 他又沒有說 他的藝術品有沒有問題 不過他就說 所有的展覽 都會遵從法律 跟著印 對 但他又很奇怪 回應中 很感謝林鄭月娥 特首 看得起他 你知道他的中文很奇怪 你騙人 看得起他 你說謊 對 所以我就沒有憂心 很感謝他看得起我 去負責今次這個項目 一定會做得好好的 好了 究竟接下來 裡面有多少的展品 有很多都是瑞士 收藏家賣給他 那時候我們也有討論 有些花邊新聞說 政府用過億來收購 他某一批的畫 高價 那時候很多魏評界的人 就說他收藏那些畫 即是政府出到這麼高價 你是買垃圾回來的 那時候大家再確認一下 剛剛西九開始搞的時候 無緣無故買一條 不知什麼人 他那些不知什麼畫 接著又高價 然後條款就是 你買我這一批畫 我就傻給你 有半賣半送 有些我送給你 對 舉宗旨的照片送給你 那些是什麼呢 那些人又不知道 就是現在這集 接著那些人就說 那個藝術成就 比起說得難聽一點 你找到張 北加索或梵高 當年伸完地堤 之後在上面塗鴉的一幅 隨便什麼畫 價值都高過這個瑞士佬所有的畫作 不是吧 這麼嚴重 真的要問 現在我就覺得 香港的藝術記者 行家 你知道香港有幾份報紙 中產知識份子報 星期一到星期日就瘋了 寫長文 五千字 說一些藝瓶的東西 其實現在就要找一些做藝瓶的人說 這條瑞士佬 他賣給Mplus的畫 在世界上有多高價值 藝術成就 不要說價值 藝術成就 但現在的討論是半賣半送的那些 半賣半送 那些什麼坦克車天橋底的情侶 艾薇薇向著悲舉宗旨之類 不是說我口說無憑 大家只要Google這個瑞士人 收藏家 當初幾年前 Mplus開始政府買他們的畫 香港是有大量的討論 說香港政府在買垃圾 那真是麻煩 大家可以查一下 德哥怎樣看 這次藝術博物館的風波 唐英年是不是這個焦點 他們買東西一定有個程序 世界上政府做事最小心 以免被人抓到錯處 隱約聽得出你的答案有點貴 不是很貴 不是很貴 那他們買什麼 那一批是藝術家 參與委員會當中 不是我們的大眾娛樂的參與者 那些藝術都是很專門的 我越來越認同 那些藝術家 就是我不會懂藝術 他買得來 有專家 那些藝術家 專家說買就買 專家覺得藝術是藝術 大家去看看 我們是專門專家的評判評審 等於我們一向打疫苗 專家說打哪一種就打哪一種 專家說我們知道 哪裏好像醫生說 那三種是哪一種 我哪裏有資料來源 所有資料來源都是專家給我的 還要我問一下醫生 專家也給點意見 一樣的 藝術真的不懂 我們讀藝術 那些藝術是怎樣喊 未舉起終止代表什麼 我們真是不知道 那些當代藝術 專家沿著下去 那些當代藝術 可能真的說 有時就說 藝術方面也有一個當代 或者政治的元素在 你如果藝術沒有一些政治元素下去 怎樣呢 因為我最熟悉的 是徐悲鴻 畫過一個田橫五千壯士 還是怎樣 當時是講史記 春秋有一個姓田 不知大幾多人 好像是齊國 齊國不知是否成田 大幾五千人死守 於是五千人死光了 這些全部都是歷史故事 有政治的意味 所以一定是 藝術作品一定是 有些是跟歷史 有些是跟宗教有關 跟政治有關 啟發了他的思考去創作 你評判他 顛覆國家也好 違反國安法也好 這些是 我自己覺得是欲加之罪 現在很嚴重 香港的藝術圈 親得政府 最低限度有那些 我不說多 那個叫做 藝術發展評審 貿法局 藝術圈 藝術圈 通常有些藝術圈 你問政府拿錢 譬如你想寫一本書 想出書 然後又問政府拿錢 看看那些名單 全部是自己人 當然 現在那些自己人 看看會不會失眠 還有那些 我也申請過 我考慮過 你說過我記得 分了一萬五給我 我也不肯分 你為什麼要分三十萬給那個 不知道什麼劇團 回大陸演出 不知道做了什麼 藝術圈 藝術圈 你不是推廣在香港的 人士在香港 藝術圈 三十萬給別人去那裡 去那裡 即是外地演出 都可以嗎 不是吧 你給我兩匹半 我幫你賣完廣告 周圍唱藝術圈 原來這麼普及 所以面對香港的作家 都一視同仁 連王德傳這些 KLV作家 為了出本書 都支持他兩萬五 雖然王德傳拿了五萬元出來 這樣才是一個推崇 即是作家 不單止我 很多其他邊皮藝術家的朋友 都是這樣說 跟周圍環宇調都是一樣 到為比來秘密 那批人 為來那批人 真是為來批人 阿德哥 你浪費了寫那十頁 十頁 proposal 你浪費了大約三四小時 寫馬鬼犯 你傻仔 因為我真的聯絡過那些 問過藝術圈 那些人 那些人 聊了幾次 我明白了 開帆 即是為來為為為 一定是 現在便落鑊 現在便落鑊 一年間拔 那些人 買話的那些人 拿了會議紀錄出來 誰投票贊成買 艾薇薇的 有了會議紀錄 你不要跟我說到時會議紀錄又不見了 沒有 那他們集體負責 當然要把帳號 西九發展局的帳號 唐英年最生氣要簽名的 你不是沒有看嗎 現在還不是最大禍 如果他開張時 艾薇薇薇的作品 還放在那裡 那便什麼事 肯定沒有 他們唯一開飯 抽硬 或者 可以退貨 不能退貨 把帳號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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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供有三百多萬件貨 把帳號放在那裡 沒有把帳號放在那裡 接下來會拿來香港 藝術品放在那裡 一點也不奇怪 不過我幫唐英年鬥 江湖傳聞 報紙也賣 唐先生也有個 因為他喜歡喝紅酒 他也有葡萄酒 他也有個紅酒倉 好像僭建 不理他 不是掘地洞 還是僭建 建花園 他個人喜好 男人都喜歡掘洞 一點點 有些喜歡玩門 有些喜歡玩後門 菊花 聽說他被人困賣假酒 他也會中招 這個又不是我 報紙賣了 很多年前 如果他被人困賣假酒 他信人 信人 你作主 總之你體驗完 我簽個名就行了 我畫個龜 通常他們一批酒買 未收成已經賣了 對 買期貨 類似買酒花 通常有些中介 今年這個賣了 封收 這個裝還可以 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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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o 田 很落訂 收割之後 幾時幾天交給你 其實沒有保證 如果最後交給你 不是那塊田 你真的被人壓 現在平均價是500美金一支 真是收成 去到五千元 或是一萬元一支 你買不買 接著就是中招 做幾箱 現在來的 他也要開張 大家又發出了 這些新聞 都搞了一大堆 不過大家看一些藝術家的故事 小說電影 通常藝術家 開始很霉 很霉之後 又幫人畫人像 什麼都要畫 畫都畫不到自己想畫的東西 你當他還未今時不脫殼 到後來 通常有一次 又玩重病 又或者自己喪吐 然後又受到很大的刺激 然後又對大麻 對媽咪 對高堅 然後突然開竅 鬼上身 畫一幅畫 未成形之前 當然是有些 叫做銷售士 就說 我簽給你做經理人 你簽給我做經理人 我幫你拿些畫去紐約 那裏銷售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買 都有這樣的玩法 有些人儲起一些 名不經傳的畫家 然後就做了一大堆故事 幫他塑造形象 然後原來他儲起了一千幅之前的 那些名不見經傳的畫 然後就炒了 你想想 那個人這麼煤 又沒飯開 然後又生氣 畫的東西 怎會跟正式無關 一定是控掃的 一旦就畫像蠟喊一樣 抹大嘴 一旦就一劈血 一旦就頭飛出來 一旦就畫到鬼 因為當時他們的心情都不正常 有幾可成名那些畫家 是出身貴族 富二代 不優柴不優美 天天是搞女的 那些歐洲人 正在處於反送中時期 在香港各大隧道的 那些壁畫 那些年輕人的畫 正在儲起 我聽聽 法國早前一兩年有展出的 咦 不知道 M Plus 又入錯課 不知道 可能 如果看 看風中三子 我們還有二十年多 可能到我們六十歲的時候 又回帶 今天是2021年 3月23日 對 20... 20... 三一年 三一年 然後M Plus 展覽 反送中那些 當年法國佬儲下的 那些公仔 那個展覽 那些是 那些真的是 煲底 那些是 那個展覽就是 2019的煲底 對 然後韓國居入貨 一曬出來 然後 頂你啊 為何是這些 聽說法國佬儲了不少 對 所有藝術品都跟大時代有關 一定有時事背景 有政治 怎可能沒有政治 除非你 除非你畫水畫等等 那些都... 為甚麼一人用山水畫 為甚麼一人無端然說山水畫 因為他被人被得罪了皇帝 留放邊疆 說錯話 遊山換水 畢為政業 對 都是有個背景在裏 對 然後 那個... 什麼盛傳 唐英年被人搞 我覺得應該不是 德哥怎麼看 另外也跟唐英年被搞,跟職戰無關 他已經不問世事了 他沒理由再出來選吧 他低調了很久 阿大也不在,他選的時候 阿大之旅很多智囊給他 聽說話 人家都不選,不要搞他 是否也要任由他 自己人要鬥自己人 因為泛民主派已經鬥完了 拉完了,坐牢了 那些交給法官一段時間 在法律程序上 折磨他們 唯有現在建制鬥建制 現在精彩 鬥上位也好 進擊的巨人的final season 現在邪惡的人自己互吐 所以我有時很開心,見證大時代 我不是說反話 人類學,或者做歷史研究也好 社會學也好 那些人經常說,我很抽離 做社會研究的人 他又跟我看別處社會 也不是研究自己的很多 人類學是看別處國家的 然後歷史看幾千年前 我都感覺不到 借古鑑金 以前看書,是文字 史基漢未來 現在被人研究了 你被人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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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 毛澤東語錄看未來 你要24史看未來 慢慢來,逐個 逐個 你說老生常談 你說老生常談 你說誰 耳熟能詳 耳熟能詳 我說24史 24史,耳熟能詳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人 叫毛澤東 熟讀24史 沒有別人 即是你超英趕美 超過毛澤東 對 你說史基漢未來 耳熟能詳 耳熟能詳 講了很多年 不講史基漢未來 就講漢書 後漢書 新唐書 舊唐書 知字通交 宋元明清史 都講了 24史看未來 沒有新意 沒有新意 聽過了 耳熟能詳 也很傳 耳熟能詳 真的很傳 如果他的說法 不只是幫德哥 這是道理 如果是耳熟能詳 那書局不用賣史記 是不是先燒掉 朱昀熟推出什麼 我們的家在中國 然後找回四書五經 論語 三字經 那些經典 總之大陸最流行的 或者推崇 西遊記 西遊記 沒事的 耳熟能詳 對 西遊記 燒完 所有舊東西不用看 四大奇書 四大古籍 紅樓夢水烏傳 耳熟能詳 耳熟能詳 以後港台不用拍 《二天屠龍記》 耳熟能詳 神雕俠女 不用 金融的故事 耳熟能詳 還要拍 對 燒掉 其實你那個評審 我不知道他是挑你機 還是什麼 說這句話 說這句話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同一個古籍 演繹的方法都不同 譬如 有本聖經 又說聖經 耳熟能詳 譬如說 《風水界》 有一本 玩也未玩完 玩也沒有人說 它是蒸完 即是翻兜又翻兜 就是推背圖 每個譯出來都不同 推背圖都深 通聖的年輕人拖著牛 春牛圖 春牛圖 六十年重複一次 那樣圖 一幅圖 對 玩了幾十年 哪有人看得通 對 耳熟能詳 所以你說耳熟能詳 不是那條 那個人 我想見識一下他 我也想認識 小弟 開他名 德哥 學外歷史 都不敢說 有一個後續的 耳熟能詳 有後續的 李老闆 成功還是失敗 耳熟能詳 如果成功就是他挑我機 如果失敗 他就耳熟能詳 我開他 大班做節目 你說的就是耳熟能詳 如果失敗 你說我聽 我叫法哥 和Angelo哥 即是科豆 在元朗 他那群藍熟能詳的朋友 就跟他耳熟能詳 一番 爆補他 煮咖喱 濕足三十一天 說你聽 血啊 至善 耳熟能詳 沒有一個人敢說 我完全掌握歷史 你沒有人敢敢 因為你有新的證據 新的資料 新的演繹 不是 你只是說近日 新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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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幾天 疫情過後 鵬哥最喜歡的 其中一個中國的 古蹟地點 三星堆 三星堆 找到一個黃金面罩 完全打破了 之前掘到的東西 我看了二十年 我還未敢說 我對三星堆耳熟能詳 中國 中國不是一個黃金出產 封城的地方 為何會在中國境內 有一個這麼大型的黃金面罩 立得一定是進貢的 但究竟它的產物 如何從那裡搬來 中國也有金礦 但沒有那麼多 金面罩 金面罩 又不是東亞地區 東亞地區 我在說是長江 不要說中國 因為那時未有中國 長江藍 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 金面罩 總之用金來做一些首飾 做主題 不是這個地區的文化核心 那些是西亞 兩河流域美索 北達米亞 古埃及 印度 青銅 玉石 中國多 玉石 青銅 金面罩 金面罩是藍美 西亞 是不是馬丘比丘那邊的東西 那裡橫跨幾千公里的文化 這些是耳熟能場 這些是耳熟能場 我真的想見識你那個 平審我 我幫你用了他的 耳熟能場